主料,鲜藕200克,西红柿80克,主料,姜,葱,石油一勺,盐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好莲藕,西红柿,春姜,香葱,鲜藕去皮,洗净,切片,西红柿洗净,切鸡棒,撕去皮,姜切末,葱切粒,锅烧热,加茶池油,爆香香末,倒入西红柿翻炒成泥状,倒入蒙片, 点一丁点水,用锅铲干藕片磨出香蓝,汤汁粘稠,加盐,胡椒翻炒均匀,调味即可装入盘中,烹饭技巧 一,煮食粘藕,移用铜锅或砂锅,脾胃需含着即是生藕 二,女性经期而有含性痛经者即是生藕 三,藏鸟病人不宜食用书藕及藕粉 四,煮食藕机用铁具器具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